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提案的是開放文化基金會有參與開放國會這個行動方案 等一下會解釋開放國會是什麼 然後就是我們身為民間委員就是把一些觀察到這個開放國會的那個機制裡面他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覺得就是希望可以邀請更多公民來關心這個事務所以來這個黑客松提案 那先講我們主要的目標是希望找到如果你對公共事務感興趣 然後很好奇說就是除了參加黑客松或者是可能參與一些社會運動以外 有沒有什麼辦法跟體制內的立法人員有更多的互動交集 然後去聊個立法院裡面運作的話 那你都是今天我們想要一起來聊聊分享的人 好,那開放國會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個按照就是開放政府夥伴聯盟這個國際標準所鍛寫的一套行動方案 那它的用意是希望推動就是我們運用科技啊 比如說open data把立法院裡面的資訊更好的開放出來讓民間理解 那也讓立法院裡面的人員透過去一個機制流程化的方式跟民間去對話合作 形成一個就是公私協力的文化 好,那就是開放國會其實從2020年就推出第一屆台灣的行動方案 那有五大價值那大家就是可以稍微看過去 一個詳細的內容歡迎今天來找我們聊聊 那包括說讓更多民眾了解就是立法院他們怎麼做事的 那或者是說這些open data它的格式是好利用的嗎?是開放的嗎? 那大家要怎麼樣拿來使用可以做什麼樣的價值應用 或者是說就是更普及的教育這些都是第一屆行動方案在關心的事情 好,那不過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九成以上的人都沒有聽過什麼是開放國會 這很正常那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來這裡的目標 我們希望不是只有就是民間委員有辦法在參與在國會的這個行動方案裡面跟立法院的人員互動 那就是,欸這邊因為時間不多就直接講過去 那我們是有兩個月一次的雙月會 那以及說有這個行動方案甚至是獨立的審查機制 不過其實就算是民間委員我們也發現一些跟立法院的人員互動上卡關的地方 包括說這個運作制度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讓雙方溝通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去盤點就是目前各個stakeholder他們在各個環節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好,所以我們今天是想要找如果你對剛剛講的事情有一絲絲興趣 歡迎今天來找我還有尾程聊聊 那或者是你是數位工具的maker我們很希望可以做出一套工具 讓一般民眾都可以更加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就是很希望了解大家的想法 那也跟這個在另外一件就是講一下 我們有在開放的話其實因為遷徙自來黑客松 都有就是demo的一個開源新手村的桌遊 他是用來讓大家了解不管是什麼樣職業的人都可以參與到開源專案裡面 所以今天如果想要玩桌遊都歡迎來找我們謝謝 謝謝 好,非常感謝維族 謝謝